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一五十二节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巴迪玛的身上 学习祷告的功课 第一祷告要迫切 巴迪玛大声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这里的喊着是大声尖叫呼喊的意思 虽然他的呼喊引起许多人的反感 甚至责备他 责备原文的实态是显示不停的责备 然而他却越发大声的说 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这表明巴迪玛有一颗强烈而迫切 要得医治的心 第二祷告要具体 当耶稣见到巴迪玛 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我要能看见 他没有拐弯抹角 与异不相的回答 反而他把自己当下最大的需要告诉了耶稣 这也告诉我们 祷告要有具体和清楚的目标 第三祷告有信心 耶稣对巴迪玛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 表明巴迪玛的祷告是有信心的 神喜悦我们真诚的祷告 我们真的不需要在祷告中 还要向主讲道或者遮遮掩掩 不好意思的 把我们的需求问题向主直白 当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 简单的呼喊 主啊救我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那个罪人的祷告说 主啊赦免我这个罪人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也可以向这个瞎子祷告说 主啊我要能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